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 新北市长朱立伦率团访问中国第五天 今天上午参访位于上海的麦可江文创园区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朱立伦将与新任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会晤 对此朱立伦回应 一切刻随主辩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3月19日赴上任 在双城论坛卡关 国共论坛没有进一步下文时 朱立伦出访中国可能成为刘洁已就任后 第一位安排约见的台湾人士 会中是否达成什么共识 令人关注 对此朱立伦态度保守 只强调刻随主辩 朱立伦指出 他担任新北市长这几年 与上海交流频繁 上海的各级领导到新北访问次数也非常多 希望未来两个城市能继续密切交流 另外近日与台生、台青及台商座谈 听到许多不同想法和建议 他一路上都跟相关单位或台办官员反应 朱立伦参访麦可江文创园区后表示 台湾年轻人的文创小词不但在上海建立基地 还可以走向世界吸引很多人加入 让年轻朋友们获得鼓励与动力 朱立伦说 麦可江文创园区基地有来自新北市 复兴美工的毕业生 去年起也有复兴美工在学生在此实习 他强调 这就是既职教育的重要 也是产时合一的具体成果